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没有跟你讲这个道理没有啊 因为State老师独创的啊 以后Apple要用这个词要跟我买专利啊 听懂吗 第三个镜头像外照还是像内照 你第三个镜头要像内照怎么做 你第三个镜头要像内照怎么做 要做截图的时候怎么做 很简单 如果你是用iPhone的话 Home Button 跟Power 电源 跟这个Home 同时按下去 同时按下去 我做一次啊 好 我做一次啊 比如说这是一张照片 这Line群组 有没有 我现在就把它 我就把它按Home跟Power Power是在我右边 有没有 按下去 这时候发生什么事 穿在左下角 点它就可以看 左下角是什么 刚刚照的 第三个镜头 把截图做出来的 把画面冻结下来 那我怎么知道它在哪 到Poto上去 对 到Poto上去看 这张照片是不是真的用第三个镜头照下来 有没有 有没有照下来 有 你说老师 这个不是刚刚 对不起 刚刚那个没有上下黑框嘛 这个是我 照 这个截图 这样懂吗 你可以看到我截图还把按钮给照下来 有没有 那你去按它的时候 没有用 不好意思 为什么按的时候没有用 因为它是在照片里面的 对 因为是Emanify嘛 听懂吗 不懂老师幽默吗 那你说老师 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 你就知道这个截图 是已经照下来 是把我画面冻结下来 而且画面冻结有个什么好处 那风情都照起来 你可以看到我手机的 手机的information都下来了 手机有什么information 日期 有日期 还有电量 电量 电量听懂吗 我手机上面是不是有电量 还有什么 还有place 还有我上网的方式嘛 我用VBS上去嘛 还有我的账号嘛 还有我这边有那个叫做 location service打开嘛 还有我现在是投影出来 电量有没有 这是不是烂的东西 这是我iPhone上面的东西 各位听懂吗 所以我图面 我手机上所有看到的 都拿到 所以我刚刚不是讲吗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这是电脑用语嘛 这是电脑用语嘛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把这个 我手机画面冻结下来了 那你说老师这有什么用 你刚刚照片就学了 如果你想要 比如说 把某年某月某日 跟某人讲的话 比如说 刚刚有人不承认哦 不承认什么 G龙 对 我就要把那个证据留下来 哪天我找到 有没有 你看魏先生 他这边就 在上面开始接龙了 有没有 有了 Ernest Line是谁 Ernest Line是谁 你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 你看到没 他不承认没有关系 我做个证据保留下来 怎么样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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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Home跟Power 是不是截图了 有 我一截完图 马上按左下 讲那个图片 然后我就可以 去做一个 简单的编辑 比如说我现在把红笔打开 然后把这个圈起来 你了解吗 然后你框框它也可以去做裁切 有没有 裁切各位听懂吗 裁切有没有 好 裁切完了以后就按DOWN 就把它Save to Photos 这样了解吗 我是在萤幕上做了一个截图 然后我就把那个截图 再发回到我这个群组上 大家就可以看到 老师发了一个截图 有没有 有没有 各位看到的到吗 好不好 然后你说老师为什么发这个 我就说找出问我问题的 有没有 听懂吗 刚不承认上面有啊 什么时间点 晚上九点十分问的 这样听懂吗 是不是清清楚楚 这是用截图做的嘛 这样了解吗 有 所以你只要手机上看到的东西 你都可以怎么样 截图 都可以怎么样 保留 保留在哪 保留在你的 在手机上 那因为它是照片嘛 对不对 对 如果你这一个东西 它有打开Auto 对不对 这个东西会不会上去 会 同步 自动上去 这样懂吗 所以一旦你截图完以后 存在这边 它就 它就会来抓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keep在这边了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叫通年记录 我们怎么样把群乳上 刚刚讲到那些东西把它 不只是某一个画面哦 我要把通年记录都留下来 记得吗 嗯 怎么做 各位都不会吗 各位你玩LINE一定要会这个 因为你要换手机的时候 你要把重要的资料留下来啊 你就要用这一招 在我们任何一个聊天室 右上角是不是有三个点 三角杠 点进去 好 因为它是常来 常常改来的感觉 你现在学会 不见得以后一定会 因为它常常会变 好 我现在赶快把这讲完 我们要take a break 右边是不是有个settings 有没有 settings进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是不是进到我们这个聊天室的settings 有没有看到 名字 有没有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对不对 我们继续往下看 哦 这个就是我要教你 叫做Export History 这什么意思 通年记录 对 各位同年记录 历史记录有没有 Export History History 是什么 text file text file text file 是什么意思 你text file 各位听懂这句 我再问一次啊 我还没有做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在这个setting里面 你可以找到 把这个聊天室 整个记录 历史记录 聊天室 对不对 的历史 把它做一个备份出来 叫Export 然后这边有解释啊 把这个历史记录 存成一个文字档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档案存下来 你只能看到文字 看不到图片 看不到影片 可不可以看到PDF 也不行 那有人给你按赞啊 或者做表情 看不到吗 当然看不到 听懂吗 因为它是整文字 可是文字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啊 我把它做一次 各位等一下下课练习一下 我就按下去之后 这时候我可以用邮件把它存起来 有没有 我就丢到我的Gmail里面 2有没有 比如说 2到我的邮箱里面 这是我的邮箱 按右上角的set 好 老师你说这个我不会操作 不好意思 今天没办法讲 基础课来讲这个Gmail 好不好 基础课 它send出去以后 你怎么知道它送出去 你怎么知道 这个动作啊 你以后在换手机的时候 你可能要做哦 为什么 因为有重要的聊天 你想要留下来 你换了手机 就不见得会 通通转过去 你就把它备份出来 怎么备份 就把它保留下来嘛 这时候 我把这个某一个聊天室 各位用这个图来看啊 我把某一个聊天室里面的 历史记录丢到哪 丢到新手机 错 丢到Google的Gmail里面啊 它就占用这边的空间啊 要懂吗 丢到这里面 就占用这个空间 刚刚是丢到这嘛 影片是不是可以丢这 那这三个都用到了 我用Gmail是不是丢过来了 好 我来证明一下 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手机上的Gmail 我用那个什么 我电脑上的Gmail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电脑上的Gmail 有没有 我把它放到全萤幕这样子 所以我们先暂时不要看手机 这样各位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 在 这边有一个东西跑进来 11点11分有没有 跑进来有一个me 有一个no subject 请问这个是谁寄给我的 你自己送自己 me me me就是我自己嘛 那它的title是什么 没有title 我点进来看一下 诶 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但是它有一个什么 attachment 有一个附加答案 这个附加答案有没有写 Live Chat In 你什么 看不到啊 我就把它打 先把它download好了 2019 可以看到 2019Q3 class.ts 你有没有看到 有 请问这什么意思 这是群组名称 转成文字党的意思 群组名称 刚不是有同学问群组名称吗 对 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文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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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History 历史记录 什么历史记录 聊天 童年 童年记录嘛 各位 刚刚我不是讲 柯文字的那个小老鼠事件 就这个啊 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因为法官来问我 怎么样找出证据嘛 我就教法官这样做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很清楚 包括有人问哦 说如何接龙 想起来是谁了吧 想起来 因为我可以找得到 童年记录不能否认啊 听懂吗 我们先下课休息 每个同学练习一下 好各位同学 刚刚下课的时候 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们在这个手机上 常常会去做截图 截图完以后 我需要去加工怎么办 那老师刚刚不是有做一个示范吗 所以在LINE群图里面找到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对不对 那我用一个名字叫做 What you see 你看到的哦 It's what you get 你看到什么就保留什么 你说我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我手机画面 我手机画面上还有这个页 有没有 你看底下这些 有没有看到 有 这些都是我看得到的 有没有 各位是不是看到的电视画面 其实就是我手机上的画面 因为我把它利用我的 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投射上来 这是我的电脑 萤幕 这是我手机萤幕 这样等一下 假设我要把手机画面冻结 怎么做 第三个镜头打开 往内照 会吗 很简单啊 就按两个按钮 不是按这个哦 是按它下面有个Home 有没有 按下去之前要把手 手放到Power这边 按下去 这时候它就变成一张截图 在左下角 你不去理它它就不见了 但是这时候我点它一下 好来不及对不对 它已经到了里面了 到哪边 Photos 到Photos 有没有 点进去 你还是可以把这张照片 刚刚照的照片叫出来 有没有 我把第三个镜头打开 直接按这个两个 功能就 有没有 直接就有一个截图 这时候 在它没有 不见之前 我点它 如果不见 你就要回到你的Photos 那个APP里面 把它叫出来 叫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张什么 图片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做一张照片嘛 对不对 我刚刚讲 这个叫截图 对不对 screen shot 我们可以把它做裁切 有没有 裁切是不是有 它的框框 就可以去拉它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有 有 框框就拉它 然后 然后 假设 我要写讲页的时候 我要告诉我的学生 我们要用 两个APP 一个叫做Google Photo 一个叫做 Line 有没有 这时候我就要用 工具去加工 他刚没有讲那两个字啊 我要找出编辑工具 编辑工具 就在这个截图的下方 是跑出来了 是 看到工具没有 有 有没有 有 这什么工具 编辑工具 编辑工具 编辑什么 图片 图片嘛 所以你就有这些 有没有 有 那当然我没有时间讲很detail 如果真的要学到detail 我们可以再去主办另外上 但是 我很快讲一下 我可以用颜色去改变它 我就点调色盘 选红色 有没有 这时候如果我不喜欢红色 我可以选红的发紫 有没有 是不是紫色 然后再去找笔 有没有 笔有三种笔 有没有看到 诶 你说老师有四种 粗的 细的 这个叫橡皮擦 橡皮擦 对 好 你说这个是马克笔 怎么找的到 那下定量 好 这时候我们不是要去做加工吗 这时候我们找到工具 是什么颜色 是有一个空中 黑色 然后笔在这边 有没有 0.8 这时候我就用我的手指头去画它 那我不想黑 有没有看到 没有啊 你说是黑色对不起 有没有 有没有 改成紫色 有没有 然后 右上角是不是有个 undo 不好意思 嗯 好 我再做一次啊 我选好原色 选好笔之后 我就可以去 把它圈起来 有没有看到 有 把它圈起来 好 如果不是很清楚 这时候我就可以利用 另外的更多的工具 右下角加号点下去 比如说有箭头对不对 箭头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黄色 我就可以去指到 黄色就可以去 好 我们去改一下箭头 我现在把箭头叫出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箭头 把箭头颜色改一改 改成白色好了 是不是白色啊 嗯 好 各位看到箭头没有 我再把它 把箭头可以去做处理 好 改黄色好了 好 这时候我就可以拉着箭头 移动它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我在移动箭头 可以看到吗 可以啊 好 那我可以去 转它 有没有 移动它 移动它 想了解吗 移动箭头再做一次 好 我们可以把箭头叫出来 我再重新做一个箭头 我们按加号之后 是不是出现更多的工具 什么工具 什么工具 编辑工具 编辑工具 其中有个箭头 有没有 点下去 如果这不是我要颜色 我就改调色盘 比如说调成蓝色 或是红色好了 好 这时候 你可以看到箭头上面有 就是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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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怎么讲 Handle Handle 我们不是上日文课 也不上语言课 去真正文 我是专业的电脑课 OK 不是语言课 这真的叫Handle Brip 这个就是 让你可以去调整它 有没有看到Handle 这边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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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这三个点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 我抓到右边那个点 就可以移动啊 我一定要抓到那点啊 因为你的手机不是很好 不好用啦 为什么 太小 因为你的 手大手 对 你可以说 这个点太小 你也可以说手大 那怎么办 用削接笔记 把手削接一点 这样就可以小一点 开玩笑 所以你这样很小心去移动它 这样了解吗 你是不是看老师很轻松 你回去试试看 你就知道啊 很难 所以 好老师不容易找 听懂吗 好 好 把它按到 这样就可以把它save 你说老师还有其他工具啊 对啊 还有很多工具我没有教啊 比如说你可以写字啊 你可以画圈圈啊 你可以画什么 没有没有 还有很多很多 还可以打马赛克 啊 打马赛克 对啊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打马赛克 还有很多东西 好以后就要 那 这也是我们本来要教图片 有一些要去编辑的功能啊 好不好 那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们赶快来讲 Google Photo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讲 不过 为节省时间 我的电脑画面 来给各位看一下 在你的手机跟电脑上都一样 你点这个 跟点这个 其实底下有一个叫 assistance 这个 我要赶快来讲 assistance 有没有 assistance 这句是什么意思 小帮手 小帮手在Google Follow 是什么意思 各位想想看 嗯 就管家婆嘛 我不是讲他很gay婆嘛 有没有 他帮你管很多东西 assistance嘛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如果我要 他给你的东西哦 他自动产生了哦 可以做movie 有没有看到 他自动产生了 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帅哥在开车 有 这上面有写字 这样嘛 movie movie是什么意思 会动的 会动的影片 会动的影片 简称动影不叫电影 老师我知道有电的影片 叫电影 不要讲笑话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哦 就是如果 你可以看到我有一天我照 我们家的火龙果开花 采花蜜 用这个长时间曝光 然后我就用我的手机 把这个火龙果开花 这个画面也照下来 他自动产生 emination 这什么意思 像不 动画 动画 动画怎么解释 会动的话 按照他解释啊 会动的话 这一点都没错哦 不要笑 他这个会动的话 我可以按save 看一下去 做好之后 他就不是save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还没做 这个我还没做嘛 这个我做了 有没有 所以做完就变成save 改成view 那你怎么看 很简单啊 你就点view就好了 点进来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很多 我之前做的 有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你就可以 右上角是不是有个create 也有个outload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有可以看到 好 这边 你也可以去选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album 也可以做成share album 也可以做成movie 也可以做成amunition 也可以做 cology 也可以prince 好我们赶快把它讲一下 album跟share album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叶老哥常常在 我们兰加州桥 桥摄拍很多重要的场合的照片嘛 所以他一照完以后再打开他google photo 我怕死人 好几十万张料 好几万张也有嘛 他这时候如果要跟别人分享 其实你直接打share album就好了 你把album产生之后 这些一拖骨就可以直接丢给别人 当然你也可以去先做完再直接 这个是最快 这叫show car 那你如果不去share你就点album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做电影就按这个 如果要做动画就按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你要的 有没有 好你就去选你要的 有没有 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拉下来 手机上就更方便 手机上比电脑上更方便 你用手指头一滑他就全部选了嘛 这样了解吗 了解 好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些 然后就按右上角的create 有没有看到 按这个create 他就直接 产生一个什么 动画 动画的档案 存在什么地方 存在 存在你的账号里面 google photo 对存在你的账号 好 然后他这个动画就有点像slideshow 第一堂课就是有朋友问我说怎么做slideshow 是你问的嘛 你看老师都记得 这边是不是就做成一个动画 也可以讲说是一个slideshow 那如果你选的不只是照片 你可以可以选video 写一个影片的片段 你有没有拍片段 也可以嘛 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那就会变成 类似像电影的效果 要了解吗 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了 当然我们今天 先示范这个 那我们希望下面还有很多时间 各位朋友回来再学一些其他东西 好 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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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